今天这里进行的是大厨烹小菜 今天的第一道菜要用芹菜来做美食 这芹菜可有很多种 比如说我听过的有名的马家沟芹菜 还有什么玻璃脆芹菜等等的 你知道这各种不同的芹菜 分别适于什么样的菜品呢 而且今天我们还要做牛蛙 牛蛙你敢吃吗 据说牛蛙里面有寄生虫 很多朋友现在见到它都有点害怕了 不过这牛蛙如果处理得到的话 告诉你不仅是味道好 而且营养也是很无敌的 那么今天谁为我们烹调美味呢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高大厨 欢迎你高大厨 你好 刚才我说的几个问题 在我们节目中都能给大家解答吗 可以 算是难题吗 不难 不难 小case是吧 来吧 欢迎我们的顾评顾老师 欢迎你顾老师 那高大厨 这第一道美食全名是什么呢 双耳炒芹菜 双耳炒芹菜 双耳 一个是黑的 一个是白的 黑白木耳 我看到它们我就觉得看到了超多的营养 是啊 没错 这个木耳啊 我们大家知道 有的是野生的 有的是那种人工属于是栽培的 对 是吧 这个如果看的话 大厨你怎么看 这个呢 其实我们大部分现在市场上的都是 栽培的人工的 人工养殖的 它现在这个养殖的技术非常成熟了 有的很厚是吧 我们买木耳呢 就是一定要选择那种 怎么说呢 一面是灰 一面是黑 就这种 不要两面都黑的 一面是灰 一面是黑 这样子呢 泡起来呢 它比较厚实的那种 然后这边处理的芹菜 这是普通的芹菜吗 这是普通的芹菜 普通的芹菜 这个芹菜 这个普通啊 我觉得这个要给它弄出脆度来 一定要选新鲜的 再者呢就是品种不一样 脆度也不一样 我听过有那个玻璃脆 还有听过马甲钩芹菜 据说马甲钩芹菜 是什么呢 用牛奶泡出来的 对没错 是吧 好像感觉上非常神秘 价格也比较高 就是指的是它栽培技术 可以勾 马甲钩呢 它主要是一个空心形态 像玻璃脆呢 它是一种实心形态 它的这种感觉呢 它是不一样的 像马甲钩呢 它是空心的呢 我们就给它做一些炒肉啊 它比较容易入味 像那个玻璃脆呢 它的脆度比较好 水分含量比较大 那这个呢 就我们做一下凉拌啊 西芹 西芹百合 像那种西芹呢 它的肉质非常厚实 也属于这种实心芹菜 那是一种柏来皮呢 它的那个非常粗壮 然后我们外层呢 它还有一层筋 那你要去掉 然后给它用那个小皮刀啊 给它去掉 然后这样子你再来炒 它呢 里面那个杠呢 是非常的脆 那今天我们这个芹菜 普通的芹菜 它是适合 我家里用它做饺子馅儿 或者传统型的 就用这种 就传统型的 它的芹菜味比较浓 对啊 那个味特别浓的 像那个马甲钩啊 玻璃脆啊 它那个芹菜味 都是非常浓的 对 这边大叔好像还配了一点 还配了一点红枣 女士超爱的东西 是啊 这红枣 我们今天给它这样子 为什么要切它整个 都当菜用吗 切成长条 长条 给它这样子 因为咱这个枣呢 它比较肉 对 就是它的肉比较厚实 那它这个枣呢 就是去掉河以后 切成长条 就可以了 明白 好嘞 那这边呢 所有的配料都准备好了 这枣 也是女人的炒菜 最爱了 一日吃三枣 到老也是 容颜不衰老的 容颜不衰老 来吧 这边我们要开始 先给木耳 还有盐耳 包括我们的芹菜 这边也要超 芹菜也要超 那枣就不需要了吧 大枣 大枣最后 就是朝木耳 和这个盐耳 稍稍煮一下 好嘞 煮一煮它 其实今天我们说吃芹菜 然后配着它们一起 但是我发现 就这道菜 芹菜的比重 反而还没有那木耳和银耳多 对 才这么一小 就一点点 主要是搭配 其实这道菜 我觉得木耳和银耳 我们在节目中多次介绍 现代人就应该多吃这种东西 对 因为木耳和银耳当中 有多糖类的物质 也就是我们常说这种胶质 有木耳多糖 银耳多糖 这种多糖类的物质 可以控制我们肠道当中的 一些细菌的生长 比如说它能让我们一些 有益的细菌长得多一点 这针细菌 它能够靠这些糖来重活 有一些有害的细菌 就重活不了了 好嘞 都焯好一杯水 干净一点 好了 这道菜是清炒的 是吧 大叔 那我们给它来点油 好 芹菜一焯出来 清香扑鼻 分开之后 来点葱花 芹菜一焯点就可以 这个芹菜的比重 其实大家如果爱吃的话 可以多加一点 其实我为什么说加这么少 对我在想 毕竟它这个芹菜的鲜维 芹菜很贵吗 最近 太多 芹菜这个鲜维太粗 太粗了 给人这个口感 感觉好像很差 还是很多人不是很喜欢 然后少配一点 有一点点绿色就可以了 搭配上来 其实我觉得这道菜 你家里面看看你爱吃什么芹菜吧 比如你爱吃西芹 你可以配西芹来吃 是吧 这道菜我可以多吃很多 对啊 它不长肉 我吃很多东西 我都会很担心 其中的问题 对 卡路里 我们这个到底有多少 要卡的热量 这道菜呢 可以讲呢 几乎热量为零 就是减 对 特别减肥 简直是减肥人士的福餐 就是一般吃别的菜 会浅长遮脂 这道菜你可以大块多一 但是你也吃不多 对啊 它这个纤维质太高呢 一般人吃起来呢 就嚼起来太费劲了 所以就不爱吃那么多 对 来点颜色糖 这个大枣下去呢 也要一炒一炒 少来点水 差不多够的三五分钟用的就可以了 嗯 然后给它这个味一煮 它这个大枣的这个味道呢 让它出来 嗯 好 这个芹菜的最好放 好 炒好之后放下去就行了 OK了 哇 为什么要就是等一等再放呢 就是 这个呢 主要是大枣了 我们要吃到大枣里边的营养呢 就要另外给它煮一煮 小煮 啊 比如说直接干的吃呢 它的味道也不出不来 然后营养也出不来 明白 这个芹菜大家都爱吃脆的是吧 怎么保证它就是从头到尾都很脆呢 在做的时候 这个呢 那要保证它的脆呢 一个是焯水的时候呢 不要凉水下去焯 嗯 那我们焯芹菜的时候一般是锅边的时候呢 冒泡了 差不多水温在九十度左右的时候 不要完全开啊 九十度左右的时候我们把芹菜下去焯水 嗯 等锅边再起来到这个温度的时候赶紧就出锅了 这个在水里煮的时间过久呢 它会捏了 对 这是一个 再一个像我们做玻璃脆啊 做这些凉拌来凉拌菜啊 就这个焯完水之后呢 要马上过冰水 要过冰水 让它迅速地冷却下来 这样呢 它的那个颜色 叶绿素呢 不会被破坏 然后呢 还会有特别脆的口感 凉拌菜要注意 玻璃脆啊 这种 然后比较适合 给它先冰镇 对 像我们做西芹呢 就不要怕这些 就是西芹想让它不脆都难 对 就是脆 炒一炒 快速的快炒一下就OK了 OK 就是 还是难度不大的西芹 还有我们这普通的芹菜难度也不大 这边呢 我们就感觉锅里面 哎 差不多的时候 对 可以把芹菜放进去了 芹菜下去 嗯 少了一点点水淀粉 好 因为这个时候水量呢 已经不多了哈 点点水淀粉就够了 好 好 关火了 嗯 嗯 好 让这个淀粉的芹汁呢 均匀的裹附在这个食材上面就OK了 这就成了 嗯 好了 大功告成 哎 这个可以上桌了 这样呢 你能闻到这个大枣的这个香气啊 嗯 它能这个香味呢 能很好的挥发出来 你如果焯完水直接放进去 一炒 它是没有这个枣的这个香味的 对 有道理 嗯 哇 一上桌的时候就感觉这道菜啊 真的是颜色搭配上的 红黄绿白黑都有了 嗯 嗯 很缤纷的色调 好嘞 好了 这就大功告成了 来吧 我们现在一起享受这一道排毒养盐餐 来 嗯 嗯 嗯 枣香很重的 对 很好吃 这道菜清淡爽口 而且都是脆香的 不管是你吃芹菜 还是吃木耳 还是吃呢 我们旁边的银耳 都是脆香的感觉 对 而且呢 这个大枣在这里面 也很有突出的口感 非常强味 非常突出 我没想到 加一点大枣之后 会出来这么强大的香味 对 很不够思议的 这道搭配很特别 希望你在家里面试试 也希望你喜欢 当然 第二道美食 我们要做牛蛙了 牛蛙您敢吃吗 我很多朋友都不敢吃了 市里面有鸡虫 但是大厨告诉我们大家的是 处理好了之后 都可能有鸡虫 在你的菜里面 一会儿 高大时间你来做 这道红枣双耳 抱山芹的制作步骤是 第一步 山芹切段 银耳 木耳 洗净切条 红枣洗净切条备用 第二步 洗水锅 将所有食材 分别焯水 控水备用 第三步 锅内放底油 炒香 葱姜 放入双耳 翻炒均匀后 放入红枣 加水少许 加盖 焖5分钟 再放入山芹 及调料炒匀 水淀粉勾芡 起锅即可 emo 炒猟